第38题 关于天然橡胶与硫化橡胶应用的叙述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假 高纬度国家冬天十分严寒 如果在活塞等结构使用天然橡胶 容易会造成橡胶破裂的情况 前面的提干已经告诉我们 天然橡胶在低温中又会变硬且容易翠裂 所以我们在高纬度地区的国家冬天十分严寒 容易造成橡胶破裂的情况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假的叙述是对的 矣 硫化橡胶比天然橡胶负有弹性 是因为长链间有流间结的原因 这个叙述也是对的 前面的提干已经告诉我们 这是长链间的聚合分子之间形成双流间的结果 所以矣的叙述说 因为长链间有流间结的原因 硫化橡胶比天然橡胶负有弹性的说法是对的 并已说的对 因为长链间有流间结 所以硫化橡胶是热固性的网状聚合物 这个说法是对的 我们看到前面叙述 硫化橡胶在不同的温度下都不会改变它负有弹性的特质 应该就是热固性的聚合物 热固性的聚合物应该是网状构造 我们看到这个图上面所显示的果然就是网状构造 所以矣说 我们的硫化橡胶是热固性的网状聚合物也是对的 甲乙丙的叙述都是正确的 第38题问我们 关于天然橡胶与硫化橡胶的应用叙述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A 甲乙丙 我们下轮的叙述